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恭喜今天来参加拜师的世界各国的弟子们 感恩前来祝援的大法师们 也衷心的感谢为本次圣会 心情付出的佛友们 义工们 再次感恩大家 观世音菩萨 佛光普照 甘露变洒 心灵法门为我们点亮新灯 开启心灵之门 心灵导师 世界和平大使卢君洪台长 二十年如一日 无常望我救度众生 将佛法与和平之光普照世界 使一千万人学佛修心 改变命运 灵验世界 举不胜举 受益人群 不计其数 卢君洪台长广获世界认可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并获得马来西亚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及意大利770年历史名校西耶纳大学 荣誉课作教授殊荣 还作为特邀嘉宾与高僧大德佛教领袖 一同出席2015年联合国卫塞节庆典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2015年联合国大会 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使佛教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 多日以来我们有缘汇聚马来西亚 聆听佛法 共遇佛光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成全 殊胜因缘 感恩师父卢金洪台长 慈悲成愿 普度有缘 今日拜师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弟子 师父为我们在天上栽下一朵莲花 延续慧命 启发菩提 作为心灵法门的弟子 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慈悲精神 以师父为榜样 弘扬人间大乘佛法 广度天下 有缘众生 携手将心灵法门佛法之音传遍四方 让观世音菩萨慈悲之光照亮世界 祈愿众生安康 世界和平 现在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祈愿生安康 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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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 世界和平 祈愿生安康 一直 好好把中文秀一秀 地址 世界和平 祈愿生安康 世界和平 太多了 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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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不虚 我们活在我们 跟菩萨上 跟菩萨 马来西亚和平 这个人家里 这个人 为什么在人家里面 在痛苦 在痛苦 十月底的时候 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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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良药 一个人能够知足的人 他会感到幸福 今天你们如果知足了 你们还能活着 你们还能有生命 还吃得下 睡得着 你们还能平平安安 无病无灾 你们要知足啊 我们心灯上 身体 无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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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疾 身份 无灾下 无疾不疼 我们心灯 我们灾下有灾下 无 licit number of ourselves 和人打心结 辞下 无悔用 跟人打心结 你会生长在你的心中那些恶 你会产生一种不好的毒素 那就叫怨气 所以恩怨何时了啊 所以要懂得心中因为有恩怨 心中才会常烦恼 会害人的毁命 我们人要懂得用智慧 那除了生命之外 人唯一的最重要的就是会命 所以要懂得一个人如果在生气 在烦恼的时候 你的会命就离开了你了 所以当一个人在发脾气的时候 他是没有智慧的 要懂得智慧靠着自己的会命 所以当一个人会命全无 烦恼何时了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学习慈悲 学习慈悲还要加上喜舍 这样你才会拥有人间的会命 师父告诉大家 学佛就是在做人啊 所以做人做得好的人 学佛就学得成啊 做人就必须意念要干净 如果你的意念很干净的话 你心和意念都是让你修心圆满的一个基础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一个人一个善良的意念 你每天动一下 你不动坏脑筋 365天你就是365个善良点 你就是一个好人善良的人 如果当你每天不动好脑筋 但是呢你每天动一点点的恶念 365天那你就是一个恶人啊 所以累积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都是要懂得修出人间 我们一定要在人间就把它修出这个境界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修出人间得到佛心 佛说人是苦空无常啊 前天和昨天我都说到人活在世界上 最后是一辈子的受苦 怎么都得不到 就是一个空 然后在这个无常的世界当中 你就慢慢的离开 所以要懂得一切因缘 苦空无常也是有你的心生啊 心生种种靶生 心灭种种靶灭 我们就是要让自己的心 超脱人间的烦恼 超脱人间的贪嗔痴 只有懂得在人间一切即空 你才能得到人间一切都通 今天因为有这么多弟子 还有很多 基本上都是师父的徒弟 弟子 所以呢 师父给大家稍微讲得深一点 因为昨天啊 前天啊 因为主要是对外的 所以呢 有些呢 刚刚来学佛 今天呢 你们很多都是弟子嘛 所以师父要讲得稍微深一点 否则你们太浅了 但是师父还是跟你们讲 最重要的道理 人生的哲学和道理 和佛法的哲学和哲理 所以凡夫呢 就是我们说 我们人不修行的人 称为凡夫 凡夫因执着依恋 就是说 我们非常执着的 依恋是什么 我们靠这个 我们靠的 你的名啊 利啊 靠着你的贪啊 自己恨啊 这些依恋 你才会犯下罪孽 你才会犯下 为名为利的业障 所以依恋 就是说 我依靠了这些物欲 物质的东西 所以人间只有 只要对你有吸引力的东西 或者一种欲望 都会让你造成疑惑 疑惑是什么 就是 我们说不开悟 迷惑颠倒 无名习气 所以你在人间就会退失 修行其实没有什么奇迹的 修行师父告诉你们 最大的奇迹在于 点点滴滴的积累 累积功德 我今天做什么 像菩萨 想什么 像菩萨 说什么 就是菩萨说的话 你会得到一种 驾驭自己 心的能力和经验 这样 长此以往 你的心就是一个佛 所以心佛合一 你才能成为 人间的自在佛呀 我们现代人 急于成长 又哀叹 失去童年 所以 为什么童年的时候 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急于要长大 觉得时间怎么这么慢 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 我们又哀叹 时间过得太快 为什么每一天时间像流水一样过去 想一想 我们在生活当中 以健康换来了我们的钱财 不久我们又用钱财换去 换去健康 但是钱财是换不去健康的 对我们的未来 我们焦虑不已 却又不珍惜我们当今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 所以已经拥有的幸福 我们不在乎 所以会失去它 所以现在人在迷茫当中过日子 要没他们既不活在当下 他们又没有活在未来 他们的人仿佛活在从来不会死亡 临死前又仿佛从来没有活过一样 所以人就是天天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后悔 却从不想怎么来避开自己 让自己的今后将来不要再产生后悔 记住了 学博就是要把这些全部的去除 开悟就是要真正明白人生的真谛 有一个人家里养了个鹦鹉 鹦鹉大家知道都会学舌的 都会学人家讲话的 很可爱 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来访的朋友 到了这个女主人的家里 这个女主人家里养了个鹦鹉 他说你家的鹦鹉是不是病了 因为鹦鹉老在那里咳咳嗽 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 主人一听十分紧张 等客人走了之后就带着鹦鹉去看那种兽医了 最后呢 查了半天呢 这个鹦鹉很健康 一点毛病都没有 那么最后 鹦鹉又是怎么会咳嗽的呢 最后才发现 他不是真正的咳嗽 而是他在学这个女主人啊 抽烟抽得很凶的时候 他的那种咳嗽声 我知道 你们现在鼓掌 待会要我多讲几个笑话 学佛人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当出现在生活当中有矛盾 或者问题的时候 他们总是把目光先盯在别人的身上 就像刚才那个女主人一样 他咳嗽 他觉得都是他的问题 没想到是他自己自身的问题 一般的人都是指责对方的错误和过失 也许真正的原因就是在自己身上 只是我们从来都以为自己不会做错事情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会觉察到自己的毛病 更不会自己去改正它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讲到 己不正焉能正人 所以修心必须要自修 然后才能度人 在家中的行为举止 直接影响到你的孩子 如果爸爸妈妈像菩萨 孩子一定是个小菩萨 所以要像菩萨 你才能让别人跟着你修 所以奉劝 所有出去度别人的人 都要懂得一个道理 我们要度别人 自己首先要像个菩萨 在家里要想让先生跟你学 你要先像菩萨 先生才会感动 榜样的力量 那是无穷的 我知道你们都喜欢听师父讲 人生的一些哲学 台长告诉大家 学博人的一生 必须要有智慧的明灯 那么这个明灯呢 照耀着智慧 那么智慧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一个人的佛性 所以那么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就是靠着佛性 那么台长告诉大家 一生有三盏明灯 照亮人生的光明之路 第一盏在心中的明灯 是什么 第一盏灯 叫愿存高远 就是愿力的愿 存在于要看得高 要看得远 人的一生当中 如果你拼命的求上 可能你会居中 就是在当中 你如果说 我只要求到当中就可以了 你有可能居下 就可以做到下面 而如果你求下 你则一定不路流 所以就像我们小孩子读书一样 我要考120分准备 你可能会考100分一样 所以人生起步的时候 我们的愿力必须要大 必须要高 要远 我们要学雄鹰展翅高飞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激发你 生命的潜能 佛陀的智慧 步步为营 逐步走向光明 人间的第二盏灯 那是把握当下 当下对我们来讲 那是最重要的 昨日如流水 一去不回头 对过去空流眼泪 土碑上都无济于事 反而会消沉 让你的心态变得更加的恶劣 浪费了精力 遥不可及的未来 虚空飘渺 不弃实际 正确的方法 就是要活在当下 关注今天 把握当下 这样你才能修行有为 不忘此生 希望大家 每天的修行 修行和修心 都是你把握的当下 未来靠的是你今天 今天不努力 老大图悲伤 今天就开始做菩萨 未来一定会成菩萨 第三盏灯 那就是永不弃怀 我们在人间会碰到 很多很多的烦恼和业障 人的一生当中 有无法预料的很多的苦难 就犹如层层乌云 铺天盖地而来 有时候我们看不到阳光 如果我们修行人 看不到佛陀的存在 看不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 我们会失去方向 所以我们表面看来 这些乌云十分强大 但一切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 你的心已经萎靡不正 这正是许多人失败的根源 一个人的一生当中 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 无论你遇到何种的人和事 只要你永不弃怒 因为你就一定有成功的那一天 所以对学博的人来说 精进的每一天 就是你成佛的每一天 从前有一个和尚 对自己的头脑学问 智慧 非常自信 他人很聪明 当然他愿意跟聪明人打交道 那确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他的知识呢 学识呢 他呢也是比较 有一点 有一点知识比较渊博 但是呢 他遇到那些 学识比较浅薄的人呢 思维混乱 说话纠缠不心的那些 师兄师弟呢 他就很不耐烦 有时候呢 他还气急败坏 大发脾气 常常说 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啊 你们的脑子怎么跟猪一样啊 老法师为了批评他很多次 他嘴上承认 但是一遇到类似的情况呢 他就忍不住要发脾气 所以有一天 他上山打财 的经历 让他改变了人生的 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 那么有一天 他财打得特别的多 心情也特别的好 回去的路上呢 他累了 他就放下财到西边 小西边呢 想喝点水 洗一把脸 这时候呢 一个小猴子过来了 这个小猴子呢 经常到这里来玩 时间长了 跟这个和尚呢 非常的友好 好朋友 他们就成了好朋友 那这个和尚呢 他洗完了之后 要打一把汗水毛巾 他发现毛巾呢 还挂在那个彩蛋的 很远的地方 所以呢 他呢 确实也很累了 他呢 就指着彩蛋 他就说 让小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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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拿过来 这小猴子 哇 好开心 咚咚咚咚 跳过去 啪 从台湾上 拿了一只柴火 啪啪啪 跑过来给他了 那么 这个和尚觉得非常有趣啊 他又让 小和尚去 又让这个小猴去拿 用手笔方 哎 方的 这个方的 就跟他讲 啊 嘴巴里说 毛巾 毛巾 小猴子 他又冲过去 又拿了一个墨材 给他 这和尚笑得更开心了 这次 啊 他拿一块石头 这和尚拿块石头 蹦 丢过去 丢到那个彩蛋上 就是告诉他 那 我叫你拿的就是这个毛巾 看见吗 啊 接下来呢 啊 这个 小猴子 又跑过去了 拿回来的 还是木材 而且 还显得一副非常得意的样子 这个小猴子了 好像说 你看 我都能干啊 把你已经拿了三次过来了 看着这个小猴 一副得意的样子 这个和尚笑得前仰后合的 听不懂啊 很正常啊 因为他们是猴啊 可师弟他们是人啊 他们不应该听不懂我说的道理啊 方丈说 应该 什么叫应该啊 首先 每个人天生的悟性不同啊 物性好的人 他们有这个优点 物性差的人 你也不能说这是他们的过错呀 就算是物性相同 你后天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出生在书香门地的人 并不是他们的功劳 出生在种田打铁的人家里 也不是他们的过错呀 所以就算是环境一样 你遇到 这师父又不一样 就遇到 一个和尚 一灯和尚 他也并不是你的功劳啊 一灯和尚是一个很有名的法师 遇到 酒肉和尚的 也未必是他们的过错呀 人与人有这么多的差异 你凭什么能说谁应该能 谁不能呢 这个方丈讲话很厉害呢 这个和尚听到这里呢 他低头不说话了 方丈就接着跟他说 更何况天道无常 人世无常 今天他比你差 你可以看不起他 如果他明天比你强了呢 那个时候 他再来看不起你 你的心里又做如何的感受啊 小和尚惭愧地说 师父 我知道自己错了 方丈摇头说 不不不 其实你最大的错 并不在于此啊 和尚睁大眼睛说 那方丈 我到底错在哪里呀 方丈说 错在你呀 你没有学着用博的眼睛去看 用博的心去想别人 和尚突然之急觉得 似乎要领会到一些什么东西了 连忙磕头就说 方丈 和尚慈悲 请师父教我 方丈微笑地说 你仔细想一想 同样是不理解你的意思 为什么你对师弟就这么发怒 对小猴子你却会开怀大笑 他们其实是相同的 而变化的只不过是你自己的心啊 所以问题并不是出在他们身上 而是出在你的身上 你不对小猴发怒 因为你是人 他是猴 你比他的智慧高得多 因此你就可以包容他的错误 而你师弟他们是人 你也是人 你的智慧跟他们是同一个档次 你就包容不了他们的错误 如果是佛呢 佛看见师弟们的错误 佛菩萨会发怒吗 他们当然不会 因为佛的智慧 他能包容一切啊 方丈接着说 你最大的错误在于 你没有试着用佛的心和佛的眼光 去观察世人 用佛的慈悲去怜悯众人 用佛的智慧去包容他人啊 你们都听过台长在广播里做节目 有的人很有智慧 很开悟 台长跟他讲得很深 很开心 有的人什么都不懂 台长是怎么对他们的 苦口婆心啊 要学博呀 要用慈悲的心换来人间的真爱啊 学博人之所以与别人争吵 那就是他没开悟 因为他还是一个凡人啊 你也是 他不是学博人 你斤斤斤斤叫跟他 说明你也不是学佛人 有智慧的人在于 你懂人生 你有悟性 而别人不懂 所以你要更耐心 更包容 犹如大人教小孩 一般不会发怒 因为他知道 小孩子不懂 小孩子不懂 所以也不会看不起小孩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境界的学博人 你一定会有修养和耐心 度人也是需要耐心 希望所有的学博人 拥有菩萨的心肠 要有耐心 要有宽容心 要有包容心 台长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看到一个人喉咙里有灵性 子宫里长过东西 睡眠不好 浑身无力 从小吃了很多苦 家里发生很多事情 但是而且台长能够从头疼 直接在广播里看出 这位女士长相很清秀 皮肤很好 所以下面给大家听一下 师傅 你好 师傅你好 弟子跟您请安 谢谢 请你帮我看一个 1970年属狗的一个女生 她有很多的灵性 在她的喉咙这个地方 她哮喘的话 跟她两个地方有关系 一个是肺 还有一个心脏 她不但是肺不好 心脏也有问题 心脏也是有问题 非常的微弱 浑身没力 对对对 睡觉睡不好 是是 对没错 她的妇科主要是 她的子宫这个地方啊 长过东西的 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对 她生过瘤 而且呢 她就是从小啊 吃了很多苦 对对对对 因为她的家里 从小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所以她的心里 心里一直不开心 对对对没错 我看她 我看她人长得蛮秀气的 长得不难看 对对对 皮肤也蛮好的 皮肤对 皮肤对 皮肤是蛮白的 对的 刚刚师傅 刚刚师傅 你看看看 师傅很有智慧啊 为什么给你们听听啊 我可以休息休息 有一个旅行的人 她在一条大河旁边啊 她看到了一个老婆婆 这个老婆婆呢 正在看到这个大河啊 这个水啊 水流很急啊 她想渡过去 但是她呢 又没有办法度过去 她会发愁了 而且呢 有一个人呢 她呢 已经筋疲力尽了 浑身呢 已经没有力气了 她呢 照样的看见老婆婆 想渡河呢 她就背着老婆婆 她就过去 结果呢 过河之后呢 这个老婆婆呢 什么都没说 就匆匆地走掉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呢 比较懊悔 她心想 我已经泪成这样了 我把这个老婆婆呢 渡过去 渡过去之后 她呢 觉得 哎呀 不值得 我耗尽了这么多的力气 去帮助婆婆 因为她走的时候 居然连个谢谢 她都没有讲 所以她心里很不开心 那知道几个小时之后 就在她 累得寸步难行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一个马声传来 一个年轻人追上了她 这个年轻人呢 就跟她说 哎呀 这位先生 谢谢你 你好 你帮了我的祖母 背过了河 祖母让我带些东西来 说你用得着 说完 这个年轻人 就把身上背来的干粮 和一些文银 并把胯下的马 都送给了她 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 就说明 我们人不必急着 要生活给予你的回报 很多人刚刚开始念经 就来不及 观世音菩萨 你怎么不写灵啊 我已经吃素了 我已经许愿了 我放了两千条鱼了 我怎么病还没好啊 听得懂吗 你怎么不说 我怎么还没上天呢 你们告诉我 我请观世音菩萨 把你们带上天 我们在心里有一个 我的徒弟就是的 嘴巴里整天说 哎呀 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整天这么说 我说老妈妈 我说你知道吗 你不死不能上去的 我跟他讲 结果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 他跟我说 好 看看我能不能上去吗 好 我说你要上去是吧 那我真的帮你一把 我说我看你修得也不错 那师父你帮我看看 我现在要走的话 我会在哪里啊 紧张了 结果我跟他一看 我说在欲界天 欲界天 不去 我一定要修到四圣道 我一定要修出六道 师父我现在不去 你不要跟菩萨讲了 这不夜宫浩龙吗 对不对 所以呢 人呢 人呢 有时候不要急着等到回报 你种下去的种子 你也要等到秋天才能有收割呀 佛陀当年就是用这个比喻来救度很多的人了 当年佛陀在印度看到很多的农夫他们在种植就问 你现在这么开心的种下去会马上得到吗 农夫就告诉佛陀那些弟子说不会的 要过一年要等到秋天才能收成 这个就是告诉你们 学伯刚开始不要急于求成 不要以为马上下去的种子就会长出来 但是记住一句话 只要你种下去了 它一定会长出来的 你们今天种下了善种 你们帮了这么多的人 你们做了这么多的善事 你们一定会有善果回报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学佛要有耐心 我们不能像着自己 为什么菩萨你不给我呀 不是啊 因为我们不懂啊 因为时间未到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像空谷里喊叫 你也得等一会儿还有回音呢 你们听得懂台长这句话吗 你冲着山谷的时候 喂 喂 喂 哪有那么快啊 听得懂了吗 台长演说 声情并茂 一百分 你们都是评委 你看 讲你们好 发系充满了 所以 当我们在人间付出的时候 你付出不要马上等回报 他不会马上给你回报的 学博人要懂得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人生是一棵纵横交错的巨树 一棵树一样 而生命只是飞进飞出的 一棵树中的小鸟 所以如果哪一天 你遭遇了人生的冷风冻雨 你的心不堪承受 要学佛 要忍辱 要精进 要等待 人生就是这棵巨树 正在为你挡风遮雨 只要你努力的 去做一点一点的成功 正在靠近你 人生回报不一定马上会出现 只要你等一等 会在不经意的情况下 突然的出现了 当你身处逆境 感到人生诸事不顺的时候 爱情 工作 事业 理想 都成泡影 心生绝望之念 不妨换一个角度 问问 看看自己 一切都是很好的安排 祸福 它是一个双胞胎 有祸 必会有福 在后面 有福的人 也应遇着 有祸的来临 所以 我们要知未来 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你就不要去造阴 也不要去等果 我们不去造事 就没有会非 所以当你心中 有事的时候 我认为这是是的 这个事情是对的 你的心中会产生 另外一种概念 那就是他是错的 他是不对的 就叫非 所以是非 是因为你心中已经有事了 才会产生非 所以佛教讲的 不思善 不思善 不思恶 不思事 不思非 有一位澳门的佛友 五年没有生育 到处求医 压力很大 很痛苦 学了心灵法门不久 他怀孕了 在上个月 师父给澳门佛友 视频开始的时候 他抱着孩子 上台分享 法喜充满 所以种下的种子 并不是马上开花 不思出的善心 不一定马上得到回报 我们要不思善良 慈悲耕耘 善良的心态 慈悲的莲花 一定会在你的人生当中 尽相开放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 就是说学佛当中 要注意一点 叫福想尽 自漏尽 当一个人把福气都用尽的时候 想尽的时候 他的智慧就全部没了 所以你们要记住 一个人有福气不能用尽 所以叫福想尽 自漏尽 就是智慧会漏尽的 所以福气你可以享受 但是你不一定有智慧 所以没有智慧的人 虽然他有福 但是烦恼不断 福尽人 堕 就是福 这个人没有了 这个人就堕落下去了 所以你们看很多人出事 就是福已经用完了 所以他就会堕落 永受轮回 所以我们要把无常去除 你才会得到福气 得到智慧 有的人有智慧 但是没有福气 因为福非常的薄 他的上辈子没有修得很好 有些人呢 有福 但是缺乏智慧 那就是因为你在享福 你的福尽业智 就是业障就会来了 所以我们学佛人 必须修福修慧 修福不修慧 福慧不圆满 希望大家修福修慧 叫福慧霜 学心灵法门 我要你们又有福气 又有智慧 你们就叫福慧双修 讲一个没有智慧的人的笑话 给你们听听 你们要笑的 不笑我以后就不讲了 所以没有智慧的人没有福 讲一个笑话 有一个青年人 书呆子 他拼命的苦读书 毕业之后呢 七年之后 一直找不到跟他适合的工作 总算找到一个了 他建了一个大的工程 这个工程呢 他一看 哇 要造一根三十米长的烟囱 工期呢 给他两个月 造价三十万 不过叫他先要垫付的 他拼命的赶时间 提早一个月 赶完成了 结果呢 人家今天去验收了 被人家骂得臭要死 人家说 你住啊 钱也不给你 为什么 原来啊 这个人把图子看反了 人家叫他挖一口井 没办法 你们笑得不厉害 只能我自己笑 你们不快乐 我很快乐 所以这叫自娱自乐 你们鼓掌了 我再讲一个 有位老师 在上课的时候 问小朋友 小沈 小朋友你说 因为每个人都调查一下 你们家里有什么人呢 这个小孩子 就站起来说 老西 我们家有老虎 有熊 还有猪 这个老师一认 你们家开动物园的 这个时候 小沈说 不是呀 老西 老师说 那你们家哪来了 这么多的动物啊 小沈说 爸爸每天说 妈妈是我们家的母老虎 妈妈叫爸爸说 看你这个熊样 他们两个好的时候 就骂我笨得跟猪一样 开心吗 你看看 在这里不开心的人 他智商一定有问题 所以 只不叫父子过 家里天天这样过 好的孩子也会变成坏孩子 所以学博人要改变自己 思维的改变 首先从你的口业开始 所以你们跟别人打交道 这个人嘴巴出来 就说人家不好的 你跟他少打交道 他阴气很重 这个人整天板着脸 笑不出来的 他会把你的阳气吸掉 所以不说对别人不好的话 不骂伤害别人的话 你这样才叫学佛人 真的有很多好的菩萨的东西 我要跟大家讲 真的不舍得停掉了 但是后面也是很精彩的 记住 学佛和念经 你们知道目的是什么吗 学佛念经 你说我为了修成 为了以后 其实用人间的话讲 学佛修心 叫你们先要想得通 看得明白 实际上要 看得通 要想得明 要开悟 要放下 开悟放下 靠什么呢 不牵挂 不牵挂呢 你们知道就是要心 所以人家说心在 在牵挂某一件事情 所以心经里面说 心不要挂爱 心无挂爱 你才能无挂爱 所以 以平等心生活 会过上没有欢喜 没有厌恶 没有取舍的心 这个人有平等心 你不会厌恶别人 今天如果我们学佛 学得好的孩子 我今天看上去 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可爱 这么未来的菩萨 今天我们有缘分 不是因为心灵法 因为我们学佛 你们哪有这个缘分 大家相聚在一起啊 所以 看谁都欢喜 看谁都不厌恶 没有取舍之心 你的心会得到平静 如果你没有祸福 得失之心的话 这样你才能真正达到 心如尽 鸣如水 达到一种包容的心态 才会真正达到 无我的境界 有一个阿强 对他的朋友说 哎呀 我真的很苦恼 我的感情生活很差呀 我的老婆呀 哎呀 真的没办法 哎呀 我很想离婚啊 但是我的太太 为什么呢 我的太太已经两个月 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了 他的朋友劝他说 你要考虑清楚啊 阿强啊 你现在就连这种太太 都很少有了 说明现在的人 对自己的亲人的容忍 已经很少了 有的砸东西 有的干脆就离开了 人的忍耐度正在急剧的下降 主要是人的心态不好 没有开悟之心 所以学博人要学会 控制好自己的心态 把一切人间的烦恼 都当做 这是常态 所以能够放下的人 就是开悟 能够开悟的人 才懂得放下呀 慈悲心会换来心灵的美啊 因为心灵的美 那是自由的 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 这种内心的自然美 就会出现了 所以 人意理智性 它是美的基础 而现代人自私 凶狠愚痴 私信 在人类的无常世界当中 任意妄为 四情重欲 鲁家讲 人者爱人 就是慈悲的心表现一种 所以 我们的心要表现出 对人的一种爱 一个正义的人 是能够忍耐一切 不想自己只为众生的人 那就是为别人考虑的人 今天 你把这个很肮脏的脸 你把这个很难看的 笑不出来的脸 对着别人 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佛教是历生之根本啊 所以人的一生很短暂 明和力瞬间消失 放纵犯戒 不知悔改 命中随业 才会轮回不断 所以不知操生之苦 所以人在寻找解脱之路的同时 要记住 生命短暂 找不到自己解脱之路 你一定会迷失方向 恨世界带来的一切 不平 恨自己的无用 恨自己最后在失望当中 换来绝望 我们学博的人 永远不能绝望 要看到希望 人间只是我们的一个履战 在这个履战当中 我们要做好人 做好事 要学菩萨 让自己真正的婆心 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 能够感动天 感动地 这样 我们以后才能上着天 去见我们的 佛陀和观世音 菩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